经济损失 那这些呢 是不是在联准会做决定的时候 都一并考虑进去呢 极端气候带来的经济上的一个冲击 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来问问朱老师 今天凌晨我想全世界都在关注说 这个联准会到底要不要深吸 可是呢 在此同时呢 有另外一个其实更重大的新闻 好像大家却没有注意到 就是刚刚志玉提到的 全球的这个极端气候 因为最近 美国空军在实施一个 非常少见的叫做 极端气候的演习 军队演习不稀奇 可是是为了极端气候做演习 这真的就很少见 而且这个规模之大 我们先讲 它是演习的地方 是在德拉瓦州 德拉瓦州是在美国东岸 靠大西洋的地方 在每年的6月到年底 都会有飓风 所以在这里的多佛空军区地 以前也遇到过很多次的飓风 可是今年 因为美国的海洋级大气总署说 今年的气候会非常非常的异常 非常的极端 所以他们担心 因为他们以前其实也都遇过 可是担心这一次会 规模非常的大 所以来了一个 几乎是史无前例 最大规模的演习 按照他们的计划里面 如果听到飓风警报的时候 96个小时之内要完全撤退 96个小时四四天 问题是这个基地有多大 拜托它有170公顷 里面不管是飞机 各种重武器 重装备都有 所以他们这时候出动了 C5M 这个美国现役的空军 最大最大的运输机 大家可以知道这个画面里面 这台运输机有多大 它的载重是15万公斤 它曾经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从美国直飞伊拉克 1万公里没有落地 当然它不是都可以 直接飞那么远 它是可以空中加油 好 更厉害的是 这么大台这么重 你起降应该跑到要很长吧 它只要1400多公尺 就可以完成 其实这个数字里没有概念 我们对比我们最常做的 这个空中的这个 POINT 787好了 空中787要2500公尺 如果以现在最大的空8的A300 要4公里的跑道 它这台载重这么多 只要1400多公尺 你就知道它有多厉害 所以美国就说了 这台飞机会持续服役到2040年 表示说短时间之内 没有人可以取代它 所以这一次的演习 一口气出动7架 你就知道 他们有多重视这件事情 好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 美国的海洋级大气总署跟你说 声音现象又要来咯 因为说上一次有声音现象 是2016年的事情了 好 但是这一次呢 又要再度卷土重来 我们先简单解释 声音现象大家常在听 简单的来说 就是海洋表面的温度变高了 那变高以后 最常直接就是台风 飓风 所以他们这时候呢 美国这个大气总署就警告了 这一次声音现象一来呢 大概会持续9到12个月 也就是会持续到明年 而且最可怕的是 可能造成全球3.4兆美元的损失 比起联准会所说的那些事情 对 这个才严重 这才严重嘛 所以我们回到联准会 今天的这个会议记录 我想大家观众 关心财经新闻的人都知道 今天这一次是不升息的 对 可是刚刚志余也提到了 这次只是暂时休息而已 只是画逗点不是画句号了 因为他告诉你 今年以内还有可能要再升粮 有可能就是接下来的 7月跟9月的联准会会议 所以目前来说 7月的升息几率 已经超过7成以上了 看来是很有可能 那再来就是刚刚志余也提到的 告诉你可能两年之内不会降息 那为什么呢 其实这次也提到了 就是他给了一大堆经济预测数据 我们就不一个一个讲 最重要的就是PCE 就是美国联准会最重要的 个人消费价格指数 他们预估3月份的时候 估是3.3 但是现在估是提高了 我们都觉得好像通膨下来 那为什么这个价格物价不会下来呢 他其实也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房价的部分基本上没有下来 因为你看到这次整个CPI 从4.9下滑到4 下滑很多嘛 可是问题是 住房的成本年增率还高达8% 其中最夸张的是 租金还上涨8.7% 租金一直压不下来 对啊 你不觉得很奇怪 我们通常我们的概念是 利率上去应该房价要下来 结果没下来 那租金也连带没下来 可是就有很多人担心这件事情了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所以最近美国很有名的CNBC电视台 他们就找了很多的大企业的财务长 来共同开了一个研讨会 那这些与会的财务长 共同的结论就是跟联组会说 拜托不要暂时不生息 要一直就不要再生了 就是直接画据点了 因为他们就是看到 商用不动产这个有潜在的危机 他们就举例 旧金三 加州的大城市旧金三 现在明明办公室的空屋率 居然已经将近三成了 那你说为什么房租不会下来 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 怎么想也不对嘛 所以我刚刚说 不是不报时机会到嘛 好 那为什么空屋率这么高 因为疫情来了之后 我们是很多人就居家办公 久而久之很多企业发生 居家办公其实效率也没变差 那我何必再租办公室 那办公室不用租了 对 那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加州人开始担心 会有气候异常的问题 因为过去加州的这段时间 他们有非常长的干旱 是号称12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那现在干旱终于要结束了 听起来是好事情是不是 No 因为他们觉得 接下来可能会有高温 导致以前加州的很多高山的积雪 会融化 会造成洪水 而且这个几率会是过去的三倍 所以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很多加州人现在就想要离开加州了 所以你回到我们刚刚说 那你房价都不跌 房租也不跌不是很奇怪吗 只是不晓得有什么力量把它撑住了 可是接下来会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会怎么办 有什么力量 有什么力量 非常非常用 您不慰尔